小小一條街上擠得水蟹 不通生意好得不得了 熱鬧滾滾的基隆廟口 人潮滿滿 卻傳出疑似有客人 帶三歲小孩來吃飯吃太慢 遭店家要求趕快吃完趕快走 民眾氣得PO文 說老闆態度實在差得很離譜 孩子也被老闆嚇到了 做人如果心胸狹窄 生意再好也沒用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因為吃到一半 店家就說 應該把孩子餵一餵趕快走 因為客人很多 這樣很難做生意 甚至直接對著三歲小孩說 你吃飯吃很慢 能不能吃快一點 但這位媽媽看了一下時間 明明才吃了15分鐘 口氣真的很不好 而且她臉很臭 拜託老闆娘她才三歲 我就是問她 說你應該沒有小孩 因為你一點同理心都沒有 因為吃太慢就趕客人的 就是這間小吃攤 金黃色濃郁咖哩 還有鮮魚湯 經營60多年的老字號 許多操客就愛這一位 店家坦誠 由於當時是尖峰時段 客人大排成龍 再加上座位十分有限 確實有催促但沒有惡意 我們就是想說 因為後面還有客人在等 因為這個位置 確實是比較涼快 所以她就帶小孩子 慢慢在那邊餵 妳覺得這樣會不會得罪客人 不會 我們跟她講完整 我們跟她講完整一點 尖峰時段店家忙著做生意 沒體貼帶著孩子出門的媽媽 難免讓顧客覺得委屈 這樣我就不會來 這樣我就不會來 基隆廟口短短不到50公尺 就有60多家小吃攤販 競爭激烈 看到客人用餐速度慢 往往拿不出好臉色 客人在無形壓力之下 被逼得狼吞虎咽 恐怕也不好受 記者朱丁榮 何惠榮 基隆採訪報導